四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记》 数儿篇第八章 子曰不奋不起 不悔不花 己一语 不以三语返 则不复也 子曰不奋不起 不悔不花 混 心中悟不开就混 心里佛动 如何想 都想不明白 心不混 心里不先想想 孔子便不告诉你 悔 口想说 却说不出来 说不明白 能悔才点醒你 启发你 那么这个是写如老人给我们讲解这一句 不混不起 不悔不发 这个混就是心里不先想想 如果自己心里不先想想 这个学生自己心里不先想想 那孔子便不告诉你了 那么这个告诉他也没有用 所以就不告诉他了 就是要让学生自己发心来思考 想一想这些道理 这样对他这个才有帮助 那么悔口想说却说不出来 说不明白 能够悔那孔子才点醒 老师才点醒你 来启发你 所以说不混不花 不悔 不混不起 不悔不发 这个是启发 我们讲启发 两个字就是从这里来 所以能悔才点醒你 启发你 如果不混就不起了 启一语 不以三语反 则不复也 这个就是启一反三 如果点醒点不破 这就不再为你说了 一切自己求 要靠自己 参加方法便是如此 到时候才给你点一下 启祖点示六祖说 米倒得如何啦 六祖云欠塞 这个塞就是用竹子 或者是金属等做成有孔的契机 那么这个启祖去看六祖 在倒米 问他米倒得如何 六祖回答呢 还欠一个塞 一试五祖敲三下 这个拐杖在地上敲三下 暗示他呢 今天晚上三更 到他的疗法 就是要传法给他了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参加的方法呢 他不给你说得很明白 要你自己去参 那么到时候再给你点一下 所以这个悟要自己去悟 这个老师不能代替 老师可以给你启发 但是不能代替你悟 如果学生啊 如果学生啊 自己都不去参啊 参学啊 这个 那老师怎么点 也帮不上忙 所以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 好 这张书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不会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